妈 你别擦了 过来一下 什么事呀 儿媳妇 妈 你坐下 儿媳妇 有什么话 你就说吧 是这样的 我爸妈的老房子要拆枪了 现在他们没有地方住 我打算把他们接过来住 那好呀 我正愁没人跟我说话了 他们来了 人多 热闹 妈 你理解错了 我的意思是让你回农村住 我爸妈搬到这里来住 反正您都是一个人 住到哪里都是住 一会儿您就搬吧 你是让妈搬到农村住去 我算是听出来了 你的意思是把妈赶到农村去住 让你爸妈搬到家里来住 是吧 你们四个孩子 咱妈都给你们带大了 现在你们要把咱妈赶走 是吧 老二 你是怎么想的 哥 我觉得农农说的也不错呀 你说妈就一个人去哪儿住不是住啊 再说了 农农的爸妈过来住一段时间就走了 等他们搬走 我再把妈接回来不就行了吗 哎 你什么意思啊 咱俩在楼下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 我这次要接我爸妈搬过来住 他们这次住下就不走了 啊 孟蒙 孟蒙 你这是铁了心的让妈走 老二 你现在开始想起妈了 是吧 你不要妈了 是吧 你不要忘了 咱爸走得走 是咱妈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你拉扯大 她整天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整天吞菜眼康 她这么做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把你健健康康的养大 可现在呢 你长大了 有本事了 有事业了 有老婆了 也有孩子了 却不准备要妈了吗 你现在要把咱妈赶到农村去生活 是吧 你不要忘了 当初为了你结婚 咱妈把家里的老房子全都卖了 卖得一干二净的 就为了给你买一套婚房 你要把咱妈赶回农村去 不是咱妈不走 你让咱妈去哪住啊 村里有东西吗 大哥 你就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了 你要是真的心疼你妈 那你把你妈见到你家住啊 难道只允许你们尽孝 我就不能心疼我的父母吗 老二 你听到了吗 孟孟都知道孝顺她的父母 你呢 你作为咱妈的儿子 你懂得孝顺咱妈一点吗 从小咱爸妈最心疼的就是你 家里好吃的好喝的都给了你 咱妈心里装的全是你 可是你呢 你的心里全是你 媳妇儿 只有你老婆 行了大哥 你就不要磨叽了 如果你真的接受不了 我把我爸妈搬到这里来 那我就跟骨子离婚 哥 你看你少说两句吧你 老二媳妇儿 你不要拿离婚来威胁我 你们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因为谁啊 还不是因为咱妈妈她老人家的退休金 全补贴给你们家了 还有这个房子是我买来给咱妈养老的 房产证上也是咱妈的名字 你们也别拿离婚来威胁咱妈 这个婚你们爱离不离 在这个房子里没人让你们肆意妄为 好了好了 你就不要再说了 妈 你要是不想走也行 我刚才想了一下 咱们不是还有个地下车库吗 这样吧 我把车开出来 给你收拾收拾 你搬到地库里去住吧 这样的话 我们也离得近 我给骨子也方便去看您 您没事也能上来帮我们收拾收拾家 给我们做做饭 接送接送孩子 这不挺好吗 这老人嘛 都能总闲着 闲着容易出现问题 好啊 你们两个 都说子不嫌母丑 狗不嫌家贫 你们两个讲这两条狗还不如啊 我今天就把话放给你们 这个房子我就算是卖了 还是捐了 我也不会把这个房子留给你们 因为你们没有良心 现在就从我家里给我滚出去 哎 宝珀 你等等我呀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不上 此与小儿情目待 大灵 你给我过来 哎 老婆 你怎么来了 儿媳妇 你来了 快回屋里坐 妈这就给你坐饭去 不用了 大灵 你给我过来 儿子 有话好好说 千万不要吵架 大灵 你什么意思 有家不回 天天往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泡什么跑 那是我妈 我回来看看我妈还不行吗 你妈怎么了 这个月 你都往这跑了三回了 这不是家里没洗衣了吗 我给妈送点 哎 我这个月的零花钱 还没给你呢 你哪来的钱给她买洗衣啊 你是不是藏私房钱了 不是 老婆 你误会了 哼 这还差不多 不过 你没事干 也不能老往这跑呀 那谁照顾我爸妈 行了 你给我闭嘴吧 当初我把妈 接到咱们家里的时候 你天天鼻子不是鼻子 脸不是脸 不是嫌她身上有味 就是嫌她脏 我妈她就这样 被你硬生生的 从家里赶了出来 行 她回老家住也行 但是我回来看看她老人家 还不行吗 不行 你每次回来都给她买米买面 现在西叶也给她买上了 你别以为你偷偷给她打钱 我不知道 照这样下去 咱们这个家 直接让你搬空了 行 你不让我买也行 那就让我妈帮到咱们家里去住 不行 我爸妈还在家里呢 那让她过来 我爸妈住哪啊 是啊 你爸你妈 你妹妹你妹夫 还有你那些外甥女 全都住在我们家 我看 我的家都快没我住的地方了吧 那我爸妈的房子 不是给我弟住了吗 那不来我们家 他们能去哪啊 那我妈呢 我爸她走得走 我妈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这个房子 夏天漏雨 冬天漏雪 你说更应该被照顾的人 难道不是她老人家吗 怎么 难道只能你来尽孝 我连陪我妈都不行吗 不行 我早就跟你说过 让你把她送到养老院 你就是不听 你说的这还是人话吗 我还没死呢 她还有儿子 那我不管 我也管不了 行 我最后再让一次步 我在城里给我妈租个房子 让她搬到城里住 我没事可以去看看她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不行 我早就跟你说过 咱们家的钱 不允许往她身上花一份 老婆 咱们将心比心 咱们当初刚结婚的时候 我们家38万的彩礼 你们家3万块钱的嫁妆 说好了 咱们结婚后拿这些钱 去做点小生意 可是你呢 转头就把这些钱给了你弟弟 让他结婚用 行 那是你亲弟弟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可是你居然把我妈的房子 给你弟弟结婚用 你们一家老小 全部搬到我们家去住 钱呢 便宜全让你占了是吗 我不是傻子 我是因为爱你 才让我们一家人跟着让步 可是你呢 却把我对你的爱 当成你得寸进尺的资本 好啊大灵 你居然为了你妈 跟我在这翻旧账是不是 儿子 你们就别吵了 妈在这儿做得挺好的 妈 摆上笑为心 如果我再因为这些白眼狼 让你在老家受委屈 那我就不是你儿子 大灵 你什么意思啊 芝雅娜 我告诉你 媳妇没有了可以再娶 我也可以不娶 但是 妈只有一个 这次 我想我妈 还有 你弟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是我妈留给我的个人财产 我向你们全家在三天之内 都给我搬出去 儿子 你听妈说 妈就这里住 哪也不去 你们只要好好过就行了 妈 这次 您就不要管了 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您带回家 走 咱们回家 转身就是一辈子 你还等不上 此欲笑而寝暮呆